5號的Brickman 7號魚換亞 10號烏龍皮帽 12號的林刃紅 以及49號的庫薩斯 有一定的威脅性啊 從對的狀況來講 佩古拉這個臉的確不好熟 對 他們的哨音響在了烏龍帽 烏龍帽現在直接下場 然後換上烏伊斌 要到佩古拉的犯規比他能夠 競爭兩分還更有價值 在倒傳給他的隊友 烏龍帽 斜進來 又是要倒到外圍來 3分球 進 打到體現領度角 烏龍帽又來了 烏龍帽又來了 原本7分的一個落後 到了 海森隊的第二高度 明顯的有優勢 裁判這邊看起來是想要用IRS系統 這通勁以及體積確實比較大一點 這個部分直接把烏龍帽給撞開 這個球直接被烏龍帽給拍掉 後面是用人的 還是給到籃底下 猛男了 你剛遇到德古拉 直接打得變成小朋友 是 擺動 他的平行姿勢 平行 這個護球擺動 烏龍帽 壓進來打無帶好 琴琴跟荷洋出手 這一球彈進去 烏龍帽外圍三分的出手 他自己知道出手就 哇 結果還賠上了一個範圍 對 現在場場又有一點點火氣出來 烏龍帽這邊 看起來 剛 吹犯規要示範下場休息 畢竟他對球隊真的太重要了 這是個進攻犯規 才剛講完 可以玩球 烏龍帽很快已經站到一個 合法的一個 在這個衝撞區裡面 對 烏龍帽非常聰明 烏龍帽在籃底下 平常會變成失誤 反倒在下半場有掌握住 前一個時候 一個戰術 讓他就滑到LOMO 烏龍帽把這個 德國拉拉開來 直接面框 直接空中接力的是被擋下 好 陳柱慶現在這個時候 誰犯的錯少 誰就會贏球 所以你不用跟他 再贏一次 庫薩斯 這個球還是被他轉進去 這個球 隊長磁力 五代好 第二階段 打德國拉的犯規麻煩 德國拉這邊卡位 卡得非常胸 但能接到球 也是沒有角度 嗯 田虹轉身挑戰籃框 這個球太關鍵了 今天第一次的外圍三分進球 余壞亞 但這個球因為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余壞亞 余壞亞 三分中心 余壞亞 球到余壞亞手上 就是給了海神絕佳的機會 對 對 呼壞亞想要突破 架給球 反向的 出手 時間到點 踢 突 外圍三分內的出手 余壞亞 進 Bringman 中間露染了 露染 露染 衝出來 露染 到底怎麼回事 一個突然之間 對 因為 哈修羅其實已經落後了 對 但並沒有人幫忙 哈修羅 守葫蘿帽這個點 第一把 掉出來 那有懸念 我剛才分數還算錯 我剛才一分 也掉出來 現在 全家來三分 最後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Bringman 沒有出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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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才讀了 沒有讀好 最後那個時間 沒有算好 讓台上 沒拿下了 這一場比賽的勝利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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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